早年张家大使 对我说了很严厉的警告 告诉我不要其误会 以为自己在金教上学得不错了 但那是假的 你根本没有得到 金教里面的真实意 为什么呢 你没做到 做到才叫真正得到 这个教训好啊 现在你看多少人 学了几步经自以为是 一样也没做到 张家大使的标准 是做到了 才是真的 没有做到 学的再多都是假的 他不承认你真正懂得 经义 就是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的标准 是把今天里面的教会 统统落实了 做到了 这叫真正解入了真实意 也不无量受信 乃至于 这一套 尽踪 无尽一轮 实在是 有一句动了 震动了 我相信 你就真彻底放下了 彻底放下 你就全懂了 你看先懂一句 放下了 放下之后 彻底懂了 全明白了 你能不生净土吗 没这个道理 决定往生 所以 我们六根 接触外面六天境界 齐心动念 分别之处 全放下了 这一放下之后呢 经题上讲的 亲近平等学 就现成了 你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的佛号 跟阿弥陀佛相应呢 一生佛号 一生佛 深圣佛号 深圣佛 跟阿弥陀佛 全相应呢 什么时候往生 得大自在 随时都可以去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方法 最简单 最文档 最快速 最容易 成就 又非常殊胜 还到哪里去找 找不到了 遍法界 一切祝福 插图 只有这一门 没有第二门 所以 对阿弥陀佛 尊重 大家都称他为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这两句话 是祝福如来 送给阿弥陀佛的尊臣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 我们才知道有这回事情 世尊为我们介绍 为我们转述 祝福如来 这些事情 目的活在 是在振掌我们的信心 振掌我们的愿心 让我们真正能够放下外面 死心塌地 念这句话 下定决心 我这一生决定往生进度 能不能走到 能 决定能 为什么决定能 因为 阿弥陀佛是自信便利 极乐世界也离不开自信 经论上常述 自信 弥陀 唯心 净土 那个心 是我自信 那个心 也是我的真心 这说明什么 说明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跟我什么关系 这搞清楚 我们同一个自信 都是自信变的 所以我们跟福 我们跟极乐世界 是一体 这个关系都密切 一体 一心 一体 哪有不能成就 这道理 所以 千万不能怀疑 一怀疑 错了 有信心 真心 就会真心 行 是法院 是念佛 一定 法院 求真 净土 献起 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处处 这样的人 决定得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 加持 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 阿弥陀佛的光照住 什么样的灾难 你都遇不到 阿弥陀佛照顾我们 一切祝福都不例外 得阿弥陀佛 一个人的 价值 等于 得 设法 三世 一切祝福如来的 价值 这是真的 祝福如来 价值 龙天 善神 哪有不保佑 的道理 啊 你的心境心一先前了 平等心一先前了 欢喜心一先前了 你什么忧虑都没有了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的死心就是念佛 啊 神虽然在这个世界 就是极乐世界的人 啊 等于说是 极乐世界通信证 已经发给你了 护照给你了 保证书都给你了 啊 这些东西是什么 就是 尽忠三经一论 啊 一点都不怀疑 啊 所以到极乐世界 就像这条里所说的 我们 喜欢的东西 爱好的东西 想学的东西 到极乐世界 全都自然圆满 啊 在西方极乐世界 快速成就 正得 究竟圆满 菩提 嗯 嗯 嗯 我们 flip 应